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要歡迎隨便打環節啦 那今天要幹什麼東西呢 現在大家看五點半的影片都知道了 那我們就不要多說廢話了 那這邊的話呢 這次參加的結果很簡單 大家只要回答 第一 你是什麼時候看哲平的影片的 然後為什麼看哲平的影片 這是哲平想要看的東西喔 然後第二個才是真正的東西喔 請問哲平目前來說 有多少差評 79786514 這邊如果打錯的話就沒有了喔 那哲平今天會抽出幾個 幸運的觀眾朋友可以獲得我們 五點半的罐頭數呢 就來看一下FINAL 這關就定會讓我卡幾次喔 那這一樣是我們的鋼鐵噴噴 那之前的話基本上鋼鐵噴噴的話 他是那個 漂浮性的敵人啊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漂浮大隊給他走起 應該就是沒啥問題了喔 然後就希望 你不要換掉我太多東西 我說我求你 好不好 就這隊了 拜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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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期 送一個人就好了 930罐 哇靠 930罐罐要送幾個人 我會破產耶 不過這隻有給我牙網 而且其實小坦克的這個數目 好像也都還蠻多的 好像還行 好 我們先這樣出 哇 哇 救命喔 打不死喔 哇這個 噴噴小老師 打不死欸 完了完了 完了 那個海膽貓好像可以擊退他 多出一點點 多出一點點 噢我的天 先疊這個海膽了 只有他能夠救我了 哈哈哈 才一隻噴噴小老師 我們就卡成這樣了喔 太誇張了吧 不出被絞貓了 不然我們出這個 也不要出班尼迪克了 就出醫生貓跟旁邊的這個 健兵俑者好不好 這樣我們才可以存錢 快快快 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疊這個 然後還有牙網應該可以吧 喔 死了死了死了 OMG 我好害怕捏 牙網是打這個一般屬性的啦 先存錢 哇 感覺會打過去欸 太快了吧 沒有再更多的噴噴小老師 出來給我扁了嗎 那我覺得我們這邊是必須要這樣子了 好不好 拜託了真的是 竟人士之天命 好不好 一切就看你了 來了來了 我覺得用海膽帽好像還行欸各位 他可以瘋狂擊退這個噴噴老師 牙網這邊 不行啦 扛不住 我剛剛應該要跟著那個大部隊一起前進的喔 沒啦各位 至少送出兩個人 各位 OMG 我的天 好 那我們看一下喔 希望第二場給我更多個好東西 送三個人就好啦拜託 這邊的話感覺好像是有一點點細 而且我說真的這關的話那個 那個誰啊 噴噴小老師是真的還滿猛的 只是我們這邊有章魚狐貓 這一次應該是可以做一波 降攻的喔 然後我們還有這個 惡魔的法師貓貓 也是可以降攻的 所以我們應該是可以卡在這邊 然後 讓我們就是那個 讓我們就是這邊伸點錢包 出這些應該就ok了喔 拜託 拜託你 三個人欸 總共就要花 9 3 27欸 2700多欸 然後再加就是那個 另外一個東西 我要花到3000多塊了 不過因為哲民既然 目前來說我帳號也不會說很缺罐頭啦 因為我這邊該有抽的貓貓都已經有了 所以就是比較少在課貓戰 所以花點錢當作幫大家課喔 這還行喔 反正就是感謝我這個 忠實的這個粉絲們 雖然最近我們youtube演算法都沒在推哲評了 但是你們還是依舊 關注哲民到現在 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謝大家 所以這些的話是你們應得的 哲民這邊絕對不會虧待自己的忠實粉絲的 好那我們應該是可以現在開始疊這些東西 然後用一個攻擊力下降戰法吧 應該行 然後我們再申請錢包 攻擊力下降戰法 其實我覺得有章魚虎貓應該就還蠻穩的 因為他是可以就是降攻擊的 而且他又可以就是 擋那個抵擋波動滅滋 雖然這隻噴噴老師 應該是不會什麼波動滅滋的東西 拜託了各位 行行好 行行好 拜託拜託 然後這個時候應該就可以開始 開始疊什麼 魚人貓之類的了 降攻擊 降他攻擊 降死他 拜託 好 這次其實說真的他給我的東西還算是蠻多的 應該頗穩 哇居然還殺了一隻紅色小蛇在裡面 然後我們這邊可以叫一隻異能白骨貓 拜託來暫停一下 算我求你了 我叫你了 這個紅色蛇蛇感覺是一個破口誒 我們會被這個紅色蛇蛇跟黑色小敵人打爛吧 我覺得 不是個很好的消息誒 真的誒我們會被他打爛誒 哇靠 完蛋 我怎麼覺得出來好像有點偽誒 我以為這些小敵人只是出來鬧事的 結果好像 沒有到鬧事的程度喔 他們其實好像還蠻猛的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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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出的都出 魚人貓反而沒有辦法就是撐很久 我這蠻納悶的誒 我以為他可以了 喔這個 擊退不錯 我們這邊救世主 巨神貓了嗎 再出一隻 巨神貓 其實如果這邊還有就是我們那個什麼 還有攝影師貓貓的話應該就更穩 加油喔穩定住喔各位 再一個 母湯使徒 連母湯使徒都還幫我們了 應該蠻穩的了 反正只要不要被這些小敵人給打死 我們就ok了 繼續走起 現在出一堆這個可以幫忙擊退的就ok了 可以喔 看來只要送三個喔 舒虎喔 加油啊魚人貓 這關基本上他就是那個 他就是一直會每一次的重複 他就是這個最終final關卡阿 只是我們這邊裡面的配置的話 可能他會把我們換掉這樣子 所以就比較危險一點點 沒關係就算我們現在傳奇宣保器 這一次打完了對不對 我們之後就來玩另外一個東西 每一次都生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都是我們這個罐頭加倍時間阿 所以大家只要看到傳奇宣保器的時候 不要說喔呦 怎麼又是傳奇宣保器 你只要看到傳奇宣保器的話 你就知道 就是憑這邊又要開始送罐頭之旅了 還蠻好玩的 我們到時候再看一下 要弄什麼東西出來 可能就是只能放個 九隻貓貓啦 之類的然後慢慢來打下去 雖然他會更換之類的 就看他能夠換什麼東西給我這樣 走起~~ 欸不是吧 欸你不要跟我說我還沒贏喔 喔~~ 母湯使徒~~ 我太愛你了 他這個一掌再加上那個裂坡 直接轟爆 把大家的希望都轟爛了 哈哈哈 ok阿我覺得送三個人也是還蠻多的喔 比我們平常送的還要蠻多的 平常可能頂多送個三百還是多少 好像先一次送九百三十 哇 要求 比官方送的還多欸各位 嘿嘿 應該有吧 加油~~ 哇 母湯使徒掛了 完了 但是異能白骨貓還沒死 我們就可以一直用這個暫停戰法喔 加油加油 我真的原本以為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就是 魚人貓可以直接那個 喔 交易咒來了 最後一發拳 有沒有機會 走起 啵啵啵啵 帥 有沒有機會最後一發拳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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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起來噴喔nice 贏了各位 好啦 太好了 那最後的話應該就是我們的那個好不好 九百三十罐罐抽三個人 然後要留言兩項東西 兩項東西的話一開始都有講了喔 大家就記得不要留錯囉 FINAL結束 這一次的這個罐頭之旅真的是打到哲平的 敢戰心驚啦 但是也真的很好玩好不好 完全沒問題 感謝大家的這個參與囉好不好 最終完結 我們這邊是要送出 好不好 欸沒有欸 這兩次而已啊 一次跟兩次 所以九百三十罐罐送兩個人啦 然後再加上就是之前說的那個預測的 所以基本上ok 喔我以為 我以為打了蠻多次的 挑戰次數兩次 沒問題 感謝大家好不好 這邊不然大家難過 我剛剛說三個 不然我們就變 九百五十罐罐兩個人好不好 那今天就先玩到這邊了 希望大家看這篇影片 都可以開開心心了好不好 那我的視頻再見囉 大家 掰掰啦